新闻全关爱 与你共建和谐社会 阿KIM和你细数关爱故事 逢星期二 社联频道 大家好 我是阿KIM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计划 是ACT社会足迹 没有亲身经历过 是不会想象到板间房 原来是可以这么小的 农屋的居住环境 原来也是会差成这样 ACT社会足迹 是社联汇丰社会企业商务中心 策划的其中一个项目 可以为不同的企业和学校等等 筹办各类型的社区参与 和社区旅游的活动 鼓励各界是多些支持 不同的社会议题 和关心社会企业的价值 其中一间曾经参与活动的企业 Nike 360 Holding BV行政总监刘学乙就说 过去半年 同事参与了四项的活动 包括去过天水围探访不同的家庭 了解社区发展 也都去过黑暗中的对话 感受失明人士的世界 还有透过整蛋撻和耕田 了解精神病康复者的生活情况 刘鹤儿相信 参与这些活动 可以做到企业责任之余 还可以建立同事之间的团队精神 加洛萨性心书院的老师 邝天明也都说 曾经同学生参观板间房 由他们亲身去感受板间房 是有多么窄 他们亲历其境 和在传媒上看到的景象 对他们来说是有很大的分别 令到学生可以更加关心 和了解社会的实况 ACT项目经理陈秀妍说 参加者可以透过 亲身接触社会上不同的社群 增加体验 多一分了解 少一分歧视 社会就会更加和谐